半年裡面啊 我也盡量以我自己個人的金錢跟時間 盡量去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跟一些 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不過還是要先講一下結論 就是如果還要在我去中國交換 我還會去嗎 答案是不會的 裡面整個都煙味 對不對 剛睡醒 這個列車不可能再坐了 睡完覺肺都黑了 看那邊是有寫一個禁言標誌 現在正式要從浙大離開了 交換結束了 很謝謝這個室友的照顧 謝謝你 走吧 拜拜 拜拜 我們要去搭綠皮 現在是半夜一點 兩個半小時到上海 就在轉地鐵 到上海浦東 今晚基本上 就為了省錢嘛 所以現在是睡不了了 原本住在浦東也要花錢 謝謝 謝謝 進來裡面 半個人也沒有 到底誰 半夜兩點多後來搭這個洞車 我們等一下去搭的是最便宜的綠皮車 今天這個主題就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個交換半年來 對中國大陸最真實的看法 那我們先去搭車再說吧 這還有插花耶 這是餐車喔 裡面整個都煙味 對不對 還有沒有在杭州藍下車的杭州藍道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綠皮車 裡面整個都煙味 我們現在 就是要講這個主題啊 就是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 現在也有點累了 所以我們回台灣 慢慢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這 半年來對這邊真實的心得 先睡一下 換一搭飛機 剛睡醒 這個列車 不可能再坐了 睡完覺 廢都黑了 看那邊是有寫一個 敬言標誌 但是還是寫爽的 tomorrow 好啦我終於回來台灣了 畢竟這邊講還是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回來台灣再來講 那先聲明一下喔 這個影片絕對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我全部都是以我自己自身的體驗 還有以我自己的主觀 客觀感受 來跟大家講 所以裡面沒有任何的誘導 那也麻煩留言區的人請理性一點討論 不要什麼東西都要扯政治 好啦進入正題 那我先來講一下我的背景好了 我是在2023年的9月 前往中國的浙江大學進行交換半年 所以在2024年的1月 中1月底左右回來台灣 那這個半年裡面呢 我也拍了很多短片嘛 想必大家有看過我的IG 還是看抖音 看Youtube都會看到 我很多那種台灣跟中國的差別 裡面也有蠻多部跟蠻多平台 都有達到100萬觀看以上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的捧場 所以在這個半年裡面 我也盡量以我自己個人的金錢跟時間 盡量去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 跟一些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不過還是要先講一下結論 就是如果還要在我去中國交換 我還會去嗎 答案是不會的 那我就把我這半年體驗到的中國生活 以食衣住行育樂來區分 那因為衣的部分呢 我沒買什麼衣服 所以就不跟大家太多去討論 那我們先從10開始 現在短影音這麼盛行嘛 大家有在滑抖音滑FB滑IG滑Youtube都會看到 哇 很多人在拍那種中國的美食 不管是小吃啊 還是什麼特色的美食 看起來真的都很好吃 又油又亮 可是呢 以我這半年去吃的經驗 老實說 真的沒有吃到太多喝胃口的東西 因為以我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地的食物 都比台灣來講 過油又過鹹 一般影片小吃看也好吃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它的油啊 還有它的香料啊 它的辣椒 加得夠多 可是真的去吃的話 以我來講 我就說串燒店好了 像串燒店呢 如果每次我去點的話 每一家基本上 包括連學校的食堂 所有的串烤 都是自然粉啊 胡椒粉啊 醬啊 都加到爆炸 所以常常我在吃羊肉和牛肉 有時候真的是不好區分 要細細品嘗才區分得出來 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紅腸 其實紅腸 我有帶我台灣的朋友去吃過 老實說 就是它的含肉率 真的是比較低一點 吃起來呢 澱粉感很重 而且他們到處的小吃 都喜歡加紅腸 常常呢 就是在吃澱粉加澱粉 所以在我的觀察下來 我看到他們人民平常 像吃米飯 也會吃比較多 常常去時常吃飯 他們就是一大堆的米 都配一兩樣菜 可能像我如果想要喝一個 真的無糖的酸奶 其實也買不太到 頂多就只有 添加代糖的淋蔗糖酸奶 不然就是像咖啡的話 我個人喜歡喝黑咖啡或美式 那他們如果就算是 高鐵的商務艙啊 或是飛機上面 其實常常都只有三合一咖啡 很少有黑咖啡 所以普遍來講啦 我覺得中國人民 對於飲食的健康要求的話 還是比台灣人相對低一點的 當然 我要講一下 我還是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像重慶小麵啊 就很好吃 可是注意喔 這都是我個人的口味 再來講一下 說真的他們住宿呢 相比台灣來講 超級超級便宜 比如說像台北的話 一般可能雙人房要三千多塊錢 一樣的大小 一樣的裝潢 可能在上海 跟其他地方更便宜 住的話可能只要 一百七十塊兩百人民幣 就可以搞定 真的是很便宜 不過其中還是有一些 比較CP值更高的住宿 因為政策的關係 所以台灣人或外國人 是不能住的 那酒店的話 一個有一點就是 他們很多房間裡面 都可以抽煙 所以變成說 我去住了很多酒店 包括連鎖的酒店 它裡面的房間 也都會有煙味 晚上睡一睡 都 感受不適到太好 因為我個人 比較討厭煙味一點 自己也不抽煙 不過像他們 如果外送的話 比較好一點的酒店 他們都會有機器人 幫你直接送到 你的房間門口 那你就跟機器人 拿一下就好了 台灣的酒店 我目前看 好像比較少見 好 接下來是 醒 我老實說一下 中國的交通 真的是 比較亂一點 像如果在中國 待過的人就知道 他們的汽車 不管在高速公路上面 還是一般道路上面的 要左切要右切 也不太會打方向燈 所以想切就切 想彎就彎 那他們的紅燈呢 也是可以右轉的 不管是電瓶車 還是汽車 所以常常呢 一邊紅燈 它想要右轉 那另一邊有直行 那兩邊都 每次都快要撞在一起 而且還有一點是 他們的電瓶車 不需要待轉 紅燈的時候 直行是不能騎的 可是呢 又可以紅燈 又可以右轉 所以變成說 汽車要右轉的時候 這電瓶車要左轉 所以兩邊卡來卡去 有時候又快要撞到 那在街道上面走路的話 或是騎腳踏車 最大的一個痛點就是 他們喇叭真的太常按了 永遠都按著 就是有人沒人都要巴一下 就喇叭到處一直巴 那電瓶車呢 也都逆向 或者是騎到人行道上面 所以這一點我還是比較不習慣一點 不過有一說一啦 他們市區可能幾環之內 就是沿著市中心 它會蓋那種環形道路 幾環之內呢 是近模的 就是不能騎 加油的摩托車 只能騎電瓶車 所以他們的電瓶車 跟電車的普及率是很高的 那走在路上呢 相對來講 比台灣就少了很多汽油味 還有很多引擎發動車 我覺得這一點呢 還是很不錯的 那再來還有地鐵的部分 地鐵說真的 四通八達 真的很方便 其實你基本上 在市區的話 你要去哪裡 包括連哈爾濱 這麼冷的 零下二十幾度的地方 他們一樣都有地鐵 所以地鐵四通八達很方便 可是重點就是出門 如果背一個包 或者是有水 都要過安檢 過安檢的時候 水呢 包呢 包放在X光檢測 水還要拿出來給人員 去做檢測或喝一口 所以這部分 就比較麻煩 比較浪費時間 有時候真的是很懶 因為冬天身體穿很多衣服 那當然地鐵也要安檢 高鐵也要 火車也要 這部分來講 比台灣安全很多 我減少了很多那種什麼 症結那種事件 不過真的日常生活來講的話 就稍微麻煩了 沒有說好或不好 可是像在搭地鐵的時候 就基本上沒有先下後上這個觀念 門一開了 就是要擠進去 所以在那邊的話 我自己啦 就是我也是直接擠進去 因為如果不擠 有時候人多的時候 真的上不了車 到站了 他們要下車的時候 常常我可能站在那邊 他們也不會說借過 他們也說直接一推 就把我推開 就直接出去 當然啦 我還是有遇到很多 都有禮貌的大陸人 我覺得相對是少一點的 好 接著講 教育的慾 就是我這次去中國的目的 就是交換學生嘛 老實說 以我從浙江大學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他們學生 真的很認真 圖書館的常常都滿的 而且走在那種 綜合教學大樓 都會有自協的學生 甚至每一層樓 可能都還有一個手機櫃 就你可以把手機鎖在裡面 就專心去自協 就專心去讀書 所以這一點 他們還是非常卷的 只不過用教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寬闊性跟這個思想開放性 還是有差別 畢竟他們是這個 黨國教育嘛 共產主義嘛 所以在思想上是沒有這麼開放 像我有修一堂課叫做 短片創作 是傳媒學院的課 那那堂課呢 老師就會出作業 就說 你們要分成一個小組 這個小組 要做一個三到五分鐘的短片 那一開始那個老師也沒有說 要怎麼做 可是後來就交建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老師有他自己的 一堆規定 所以每次一腳交 就是一堆東西要改 然後一直被推薦 之後就要趙老師的方式拍 那我覺得 這個叫短片創作的 這個創作的名義就 有點消失了 大家做出來的東西 可能大同小異 還有因為他們從小 就是這個黨國教育的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一般人民 是非常愛國的 在台灣議題上面 基本上回答的東西都是 中國答案 那我就是跟人多多交流嘛 多多了解一下文化的差異 這樣也是不錯的 好 接下來講一下樂 樂的話就包括了玩樂 就以我去旅遊的經驗來講好了 我去大陸有去過上海 杭州 成都 重慶 哈爾濱 山東 威海 海 濟南 青島 雖然有八個城市 就這半年之內 不得不說 就中國還是浮原遼闊 我覺得還是很豐富的 只不過我去那麼多城市之後 我會發現說 他們很多城市其實 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商業化非常嚴重 就不管是不是自然的 或不是自然的 他們很多都會圍起來 去做一個收費 就算不收費的話 那個地方基本上也是 被各種跟其他地方 又類似的攤商 湊合在一起 那如果到晚上的時間 就很多城市 基本上就是那個高樓嘛 只要打一堆燈嘛 以我 就是我比較喜歡看自然景觀 這些城市風景 我覺得 人造的有點太多了 共產黨用錢砸出來嘛 不管那個高樓啊 還是那個燈光啊 就是你可能去看一次 體驗一次可以 拍個照可以 所以如果要去中國旅遊的話 我會建議說 去一些比較 自然有特色的景觀的地方 城市可以去啦 可是不用停留太多 因為我覺得每個地方 相似程度比較大 那這當然是我個人感受 因為我比較喜歡自然景觀 沒有要任何引戰的意思 那前面講完這十一住行娛樂 我來講一下 就是我這半年的感受 先來講我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 他們行動支付真的很方便 包括了你到一個小攤商 不管多小攤商 他們至少一定會有 微信支付或支付寶 可以讓你付錢 還有你去哪裡的話 基本上 他們的國民是可以直接刷臉支付的 我是比 所以他們有時候是 連手機都可以不用帶的 那這點當然大家會說 什麼資安問題 可是你用很多東西都要刷臉 包括你去銀行也要刷臉 所以我覺得這個資安的部分 沒有像大家講的這麼嚴重 就是給大家一個方便 所以行動支付 我覺得這一點 我回來台灣的話 我還是覺得那邊的行動支付 方便很多 出門帶手機就夠 那還好他們的資安也很好 所以像他們平常在路上開車的話 你開車每開個幾公里 他就會幫你拍照 而且那個燈是很亮的 它就架在那個上面 包括你安全帶裡面的系號 你有什麼違規通通都會照起來 你人到哪裡都無所遁形 所以他們偷東西的比率也很少 包括到山裡面也都有監控 可能會有個人隱私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相對來講 自然是好的 畢竟我沒有幹什麼壞事 那再來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電瓶車 電瓶車說真的 減少很多空氣污染 那台灣的話 比較少監一點 大家還是加油的 所以這部分 台灣可以再努力 那再講一下 我比較不喜歡的一些地方 像我之前去高鐵站 搭高鐵 有時候都遇到 就是可能在那個高鐵站 就是可以想像一下 在台灣的高鐵站裡面 就是有開冷氣那種大廳 結果有些人會直接 土壇吐在地上 我覺得這一點不太好 還有像我影片開頭 我去搭那綠皮車 整個綠皮車上面全部都煙味 說實話我真的也受不了 因為它明明就有標示說不能抽煙 可是你連火車上面的煙味 超級濃 就是我睡完覺起來 我也以為我鼻子會適應的 結果是沒有 越久越重 包括你去很多百貨公司商場 他們裡面都寫不能抽煙 廁所也不能抽煙 可是裡面就很多人會去廁所抽煙 這整個廁所的煙味 就是 比較麻煩一點 還有星巴克裡面也會有人抽煙 那他們也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 他們星巴克也沒有那種 蜘蛛回收的觀念 雖然他們好像有寫說要蜘蛛回收 基本上沒有人在回收 就是大家就是東西都丟在那個桌子上 桌子上可能堆滿一堆咖啡 他們店員也還沒來收 那下一個人也可能也直接坐在上面 那他們也無視這些垃圾嘛 飲料就放在上面就聚合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還是比較特別一點 像台灣的韓國啊 甚至其他地方 星巴克都會自助收啦 這些地方我還是比較不習慣 那講最後的感想 老實說我前面說的那些比較不喜歡的部分 其實包括飲食啊 包括人的文化啊 包括素養 很大一部分 都是教育啊 還有人民的基本素質 我覺得還是比較相對台灣比較低一點點的 我是實話實說啦 就是我沒有想要引戰飲食 就是包括吃東西 你要有更高的了解 更高的知識水準之後 才會知道說吃東西的健康度 地鐵啊 離浪啊 很多部分啊 反正我前面講了一堆大家可以往前看 基本上我覺得都出在於 人民素質的問題 如果人民素質提升的話 這些事情很多都可以去改善 因為他們比較特別的 他們是共產黨 很多的不管是經濟啊 還是很多的建設 都是靠黨的金錢去支撐的 所以變成說人民 還沒有隨之的提升上來 那經濟呢 跟建設都已經提升上來 所以會變成說比較大的落差 我加一個比喻給大家聽好了 就比如說一個學校裡面有兩個班級 兩棟樓在不同棟樓 一棟樓是台灣 一棟樓是中國大陸 那台灣那一棟樓比較舊 中國大陸那一棟樓很新 超新的 而且用得很漂亮 可是老師去上課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台灣那一棟樓雖然舊舊了 可是走進去 教室裡面 那個地板啊 都很乾淨 東西呢也很整齊 那學生呢也不太吵 就基本上雖然舊 可是是整齊乾淨的 可是到中國大陸那邊的話 老師一到的時候 到那棟樓就會發現說 哇 這棟樓怎麼這麼新這麼漂亮 可是走進去的時候會發現說 東西新歸新 可是呢地板 垃圾多 桌上灰塵多 桌椅也比較亂一點 那學生可能也比較吵一點 他們的像百惠公司上常都是啦 就是外觀漂亮 裡面可是呢就 不是到很乾淨啦 所以這一集呢 把我這半年呢 去中國大陸交換學生的一些 感受感想跟大家分享 減少兩邊的落差 因為大家有一些人有去過 有些人沒去過嘛 光從媒體上面看其實不太準 就以我自己本身 最真實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那這一個影片呢 也是我想要新開一個系列 叫做真底敢說 就是一個全新系列 這系列呢以後可能 我就會講一些 包括了我拍影片的收錄啊 還是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我就在這個系列上面說 請留言區大家理性討論 我講錯地方 歡迎大家隨時來指教 當然我覺得說這些東西 一定會引起一些人的不高興 或有一些人的一些反感 可是呢 我就盡量以客觀的角度去跟大家說 我也知道 他們的政府也真的很宣導說 要文明的出行啊 文明的社會 可是呢 這方面還是要做一些努力 所以希望下次我去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整個 會更提升 當然啦 中國很多地方 還是沒有去玩過 我還是會想去 包括什麼 新疆啊 西藏啊 我是很想去的 好這邊先跟大家廣告一下 我之前有拍很多大陸的影片 都還沒發 那這一部呢 是因為我先回來 想說先發一下 1月17號回來的 所以我還有前半年的可能十幾部影片都還沒發 大家想看的繼續關注一下 我就盡量 努力剪 把它剪出來 所以之後應該會有一系列中國大陸的影片 那這一部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就是告訴大家我結束交換的 大家想看的 記得繼續follow 我訂閱你們下次再見 掰掰